我们现在位在植物园内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栋建物是松涛院 松涛院它特别的地方在于说 它是润泰相关集团在2008年跟台湾银行得标的一个土地 那这个土地它的总面积总共是1244平 当初的得标价是19.8亿 以现在来说看起来的单价是真的非常的便宜 这栋建物它的楼高有12楼 那11 12楼是一层一户 楼下是一层两户 户数都是以规划160 180到300多瓶为主的大型的一个豪宅 那之所以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说它的地点就刚好位在我们植物园旁边 而且在2010年3月行政院它就发布一个行政规则 就是台北市针对市内500瓶以上的基地 不能够再做标售的这个行为 所以基本上在台北市市内要取得这种大型的国有土地呢 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像我们已经步行到了位于博爱路上的玉和园大厦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栋12楼盖的建筑 一层规划一户 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位在顶楼的一个户别 是一个全天候管理的社区 那针对这个房子的特色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爱国东路到植物园北门出口的这一段呢 大概短短的100多公尺 主要两侧可以看到都是以农树作为我们的主要的植栽 还有少部分的私有的土地呢 都是屋龄45年以上的四楼公寓或者是七楼盖的华夏 只有我们这一栋社区呢 是屋龄比较新的一个建案 社区车位的规划呢 分成仓储的车位跟一楼平面的车位 针对平面车位的部分呢 要做些简单的一个介绍 整个社区呢 总共有11栋 刚刚提到我们一层规划一户 平面车位的部分呢 只有四个 那我们拥有四个其中的一个 它的出入口呢 位在我们现在博爱路203项进来 那待会呢 会带大家过去看我们的相对位置 我们是面对四个车位最右手边的这一个 再来我们提到临近的植物园呢 其实它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从1921年开源以来至今 大家对植物园的印象呢 可能是小时候国小校外教学的荷花池 以及更早的科学博物馆 也就是在南海路向天坛圆形造型的那一栋建物 另外位于南海路上的历史博物馆呢 从107年开始整修呢 大概预计要到112年底呢 就可以完工 重新开放 电梯可以抵达我们的B1以及R楼 在B1呢 社区规划一户大概约有一坪多的一个储藏空间 在R楼呢 则是我们的顶楼平台 有做一些基本的一个简单植栽 我们建物的格局呢 是踩双主卧的一个设计 一进来玄关呢 右手边是我们的餐厅连接厨房跟后阳台 相对的房间的位置呢 分别是右手边的卧室以及最前面的主卧跟次主卧 左手边呢 是我们的客厅 客厅的朝向呢 是面向我们的博爱路 这边的朝向呢 是朝向西面 针对这整个房子的室内的设计规划呢 有两点需要做补充 第一点呢 屋主的装潢大概是约在五年多前 那从装潢至今呢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国外 所以实际入住的时间呢 不到一个月 可以说是接近全新的一个屋矿 第二点 我们在我们这个区块 Blog的一个范围呢 我们从它的西面 北面 东面 看出去的窗景呢 没有比我们高的一个建物 所以呢 在以台北市的区块 要找到 比如说我们比较 care我们的隐私 要穿着比较清凉在家里 可能怕被邻居看到呢 这一栋它的隐私性呢 是非常的足够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次主卧 次主卧的卫浴呢 跟我们组卧的卫浴呢 都有对外的开窗 像这边开窗的方向呢 也是面向我们的博爱路 那主卧的开窗的方向呢 则是面向我们的重庆南路 也就是面东的一个方向 但室内的同时呢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区块的一些特殊的历史建物 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机能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对外开放的 孙韵璇故居 它位在靠近我们刚刚影片一开始 松涛院的旁边 它从103年呢 就已经对外做看管 民众呢可以做参观 再来则是目前在整修规划中的 岩家干故居的纪念园区 前总统岩家干呢 它的故居位在靠近 爱国东路跟重庆南路交叉口的 五楼平房 另外在旁边呢 有两个市立古迹 分别是我们的自由之家 以及大同之家都是兴建于日据时代 经过的从我们爱国东路经过呢 可以看到二楼的矮平房呢 就是我们的那两栋 那未来呢 开放时间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确定点 我们这边所处的是比较一个纯住的环境 学区呢是属于南门国中小 步行呢 大概约两分钟就可以抵达 另外才有同事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住这边 小孩未来考上了建宗或北韵语呢 可以直接步行上下学 那甚至如果说之后考上医生呢 台大医学院 以及我们的台北地院高院 甚至司法大厦呢 法律相关的呢 都也在我们的房子的附近 那可能会担心说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是要吃东西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不方便 从我们这边呢 步行到延平南路上呢 那边是蛮热闹的 吃的一个聚集点 它就位在我们和平医院的后方 包含胡须章 三三巧福 十二锅 还有很多卖早餐等等的 以及全联 甚至呢 我们要到比较大型的卖场 在我们的桂林路加勒府 也就是爱国东路 跟我们的中华路交叉口那边呢 步行五分钟也可以抵达 以上呢 是这个房子的简单补充 李宗盛 是这个房子都把一样放在某吗 我可以帮助我 那里是这个房子的 那里是什么 那里是这个房子 那里就好了 那里就很觉得 那里有个房子 我和平洋 现在就排到 一里了吧 我说那里 回到学校 就是那里 有个房子 那里也能保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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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